喂喂喂,是你啦是你啦 大家都很無奈,近期在疫情期間 就要在家裏煲蝶,或者看Netflix, 煲一下劇 我也在Netflix, 正在看金泰熙 也很感謝近期有幾間影劇公司 出了一些絕版電影 給他們買來看,或者網上叫他們郵購回來 好像一個華瑜公司,近一兩年 他也很幫忙 出了很多已經買不回來的電影 好像我很喜歡的這兩部 就是副夾天下,陸建明導演 另一部就是三大女神拍的打工狂賞曲 不如趁熱,這次我先講一下打工狂賞曲 先 打工狂賞曲也是很難找的一款 那麽多年都未找到他的LD、LaserDisc 或者錄影帶 但好像我自己在這十幾年 都找到打工狂賞曲的一些劇照 這些就是電影商中刊 在他變成網劍之後 買的一些3R的劇照 六張 而且在網上找到一張這麼大把 就是打工狂賞曲的劇照 就是德、益蓮、有細細張的鄭月玲、龍組員 幾年前VCD也是這張劇照 還有就是我後面這張海報 都是用了一些劇照去組成的 剛剛那曲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他們說他們三個女生 因為就是一個意外下 得到一大堆銀子 左撲右鼻 究竟他們想自己私幼了好 還是報警好呢 這部也是錢永強導演的第一部導演 我記得他之後也有拍青春火花 愛在黑社會的格子 或者是一些 危紅燈籠高高掛 我忘記了 危紅光管高高掛之 這個女子公余 有很多部也都是 一些你女性角度為主子的電影 我自己也是 喜歡一些女性來主的喜劇 或者電影 都好像 都借另外一些草莽英雌 表姐老爺 或者是以前徐克的刀馬彈 這部電影最特別的 我覺得就是一個現場收音 大家可以聽黃祖賢 翁世傑 他們的那些真聲 黃祖賢也不介意 用一些不含不淡的廣東話 去演繹 我很擔心你這隻狗 不過看牠這麼醜 有生姿 幫你剪得牠好勇一點 這個是母小姐 給你打的1424分 好招呼 反而如果大家轉去 國語版聽聽 黃祖賢馬聲 反而不是牠自己配的 而億年的國語聲 竟然是我們很熟悉的 李斯奇斯奇姐配 Angela開夜班 我在公司裡陪牠了 冰箱裡有菜啊 他們三目角色都黑掛得很好 都姐就是一個很精明的 他們三個女仔 劇中的大家姐 話說都姐一家人 就在戲裡面 就移民了 只剩下她一個 都很貼近那時候的移民潮 那你又對一半不對一半啊 億年就較為騰雞 但是數目很精 我這個月15號才加薪 所以我們三個人的平均數 都不夠五千 億年拍過電影 十隻手指都數了 所以大家億年買 如果你看到億年的電影 真的要買就是買了 因為真的很珍貴 而組員角色就說 他一家人都是一個外省人 所以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組員那些廣東話 就不是那麼流利 整套戲其實都很有趣 有些幻想 說他們在拿到這筆錢之後 影響他們的友情 或者一些不同的心理掙扎 整套戲都挺好玩 挺有趣的 十幾年前美亞 她就買了這套戲的版權 就是出過一個VCD 但是我也找不到 不知道放了哪個VCD 幾年前 比較開心就是 原來美亞 她已經收服了 數碼收服 早期就是 只是在美亞電影堂見過 終於就是 華瑜公司 就買了她這個版權 就是出這個 Bluway 不如我就 其實拿到這隻碟 我都拆都沒拆 不如拆開 給大家看看 裡面是怎樣的 據我所知 就是因為 這個片主 都給不到一些資源 類似電影海報 或者一些劇照 給華瑜 封面 所以現在 這樣出來的成品 都算是這樣的 較失望 是沒有什麼特別收錄 之前以為 有那條原裝的預告片 都是 沒辦法 都是找不到出來 那 都是 分了這個膠盒 和紙盒的紙套 都用了不同的圖片 來做這個封面 兩邊都不同的 那就是 有廣東話 和國語的聲道 那就是三個字幕 就是 中文的繁體 中文簡體 和英文 那裡面 也是用了一些 電影的圖片 就是 來做這個 裡面的內頁 就是這樣 那就是 彩色的印刷 就是這隻碟 就是 因為這套戲 其實都幾冷滿 我覺得 因為 就是 在1989年 上映的時候 票房都不是那麼好 那我記得 可以看回資料 其實它是 1989年的 10月27號 就是上映的 那麼 它的票房 就是360幾萬而已 那 它上映 都是上到 11月17號 只有幾個星期 所以 就要下映了 大公和尚谷 在第二天的 票房看回 其實都不差 只有64萬 它唯一的威脅 其實就是 發哥那部 因為不穿衣服的 直人之歌 其他些什麼 家和的 我和唐人街 或者是 達人文小轉 黃敏德那部 票房都拋來三十幾萬 其他都是一些 三級片 或者西片 那些什麼 一口二淫心上馬 沒有理由 會後來居上吧 應該之後 就是加樂 和德寶兩大女線 心之不妙 所以在11月初 派出 冬天龍虎會 和三浪期間 來打 打工康上曲 令到打工康上曲 它的票房 大跌 因為香港很多女性的電影 都不太賣錯 對於 冬天龍虎 有這麼大卡士 即梅艷芳 楊子晴 和張萬玉 都只有九百幾萬 那下集 《現代何合傳》 就更加差 只有五百幾萬 因為香港很多電影 都是以男性的電影為主 就好像較為 好好的一些 票房的電影 我想是 表姐你很厲害 幾雜 青蛇 或者那些 票房 除了三位主角 鄭月齡 王組演 還有那時 已經做了導演 但是 還是繼續做演員 很帥帥的 小寶哥 耳東星導演 之前我都訪問過 KK哥 張國強 他那時都拍了很多電影 還有 最近都復出的 鄭浩南 卓之成 司徒浩南 還有 長征樹 修哥 他那時都拍了很多 輕鬆的小品喜劇 還有 都很漂亮的 那時是 薛子麟 Ming Sir 劉少銘 還有很多 一些中流底柱 性格演員 就是 威里 吳利哥 羅蘭姐 做的 鄭月寧 他們幾個的常司 還有 現在已經轉行 做一個戲劇 就是 林立三角士 還有 陳正正講過 拍很多戲 那時 黃金配角 翁世傑 就是 蔡英夫 還有趙廷仙 大家最有印象的 還有就是 達哥 劉爾達 那時開始發揮 他喜劇的本色 這套戲 《金樂》也是 達哥 劉爾達去操刀的 還有 林寶儀 還有 以前 城市故事 經常都見到的 就是 Vector 羅青浩 和我一樣 叫阿威的 就是伊凡威 現在已經在外陪家 經常見到的 就是黃宗堂先生 很多時候 林聰 還有之前 配音界 經常都見到的 就是老婆哥 還有 古明華 他們 但是 我覺得最有趣 就是這套戲 剛才也說過 就是現場收音 現場收音的電影 在80年代 我想只有十幾部 之前我也訪問過 華姐 或者是陳嘉遜 導演 他們都說過 拍攝的時候 也挺煩的 因為之前在粵語場片的時候 就是很多電影 其實都是現場收音的 但是去到70年代 因為 尤其是邵氏 就開始縮減他們的成本 當時香港拍戲的那條件 要不就是別邵氏 六間廠在開 那你收聲 有時間 有了 好了 你拍 街景 香港那麼吵 你根本 有個時間 有個成本 到因為實質的需要 都變成了配音 令到成本可以減低 不用收音師 就可以快一點點 好像早期 一些我們估不到的電影 都會現場收音 好像 《再生人》 後期我看回 才知道 原來是現場收音的 就是《新藝城》 因為《新藝城》的電影 大家都記得很多都是配音的 例如麥加的聲音 就是以前的金鬼叔輩 人類的歷史 都是靠宇宙變化來發揮 好像《年輕人》 就像Mango都說過 實際上 很難找到一些 適合配 一群十五六歲的 年輕人的聲音 所以 要去現場收音 令她的質感 很多 今天現在還想怎樣 孫姦橋和校長來做什麼 不不不 現在被人改出校了 是啊 朋友 每個人都沒有書讀 開心 順來初期因為節省成本 真的 很少電影 就是現場收音 就好像 真的得再生人 或者小妹仔 或者後期一些 就是 方和平導演自己的 一些半邊人 或者是美國森 這些戲 就是有現場收音 因為這些戲 紀錄一個 香港的一些 不同階層的社會 所以 多數就是現場收音 比較適合些 好 欸 賣魚 啊 That's interesting 欸 你哪天有空 你帶我到你賣魚的地方 我想看一看 我很有興趣 除了方和平導演那幾部電影 和小妹仔 或者婷筆類的愛 我才會認識什麼男生 難怪你 方方公訪XO 又靠七五零蛋 許貫文 也是拍了 這個 實淡巧克力 也是很小可地 就是這套現場收音的 因為 許貫文很多戲 其實都是配音的 反而這套戲 就是用了一個 現場收音的格局 去拍 很特別的 整套戲 真的令大家 相當投入 看的時候 妹姐可以用回自己的真聲 可以令整套戲 生動 和很活潑 讓大家看 很開心 這個聖誕黨期 又如何 那些八卦周刊 連續得了七期 還有我金奇龍虎寶 獨家消息 說那個女仔 原來以前在中國城 做過小姐 對呀 最重要就是 要說一下 當然就是 這個 引起這個 現場收音的熱潮 這兩部電影就是 《三人世界》 和《三人周記》 就是《三人世界》 哥倫哥都說過了 這個就是 我們當時的 這部 我們《三人世界》 決定出現場收音 拍得辛苦的 《三人世界》 我還不太掌握技術 所以當時連分數也不太掌握技術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有一些過割 最後不剪斷過 歌聲大了 我不是有心扔你的 有沒有回家練歌 有 再來聽 他說什麼 《三人世界》 《三人世界》 《四人世界》 一樣那麼難聽 我練了兩天 可以的了 你很馬馬的蒜蓮了嗎? 突然生人世界多了一些 上去的時候相對 即使你會看到鏡頭分不合作 你試試看上去,我不合得到這個 不要丟… 你放心,我一定會幫你撿回去 你讓我發掘一下好不好? 好… 丟這個… 因為生人世界這個現場收音 就是變成一個賣點 因為他們都相當賣族 令到很多電影都開始效法現場收音 成本高一點都不怕了 就去拍 看回我一些紀錄 究竟那時有什麼現場收音呢? 就好像… 另外一部實況一些就是童檔 還有八百年就是愛情迷語 就是鍾索雄、葉彤和陳關琦的導演 我不管你們倆有什麼不妥 總之三迷門怎樣也好 節目出現做少了百分 沒有久還沒玩 八、九年開始特別多了 因為開始有些商業的電影 或者是一些好像德寶 或者是一些家和延續 這些優皮式的喜劇就開始拍多了 好像八、九年就已經 計算了一半週期 大約都有五部電影 現場收音 比起其他年份 其實就較多 好像真是三迷門週期 還有鄭則士、Kenko的 開心會不會霸 也是想不到這個現場收音 還有延續三迷門世界的 好潮再拍的 就是閃機源導演鍾索雄 和鍾鎮濤他們拍的 雙見好 現場收音 我一手即使用吊帶 怎料他回身一發掛過來 幸好我閃得快 可惜 都是被他走掉了 同一年我差點都忘了 還有這部 就是北部出品的花心三劍盒 也是贏收音的 為什麽我正經機做事 那些人在這裏當我做雞 那你下次別這麼正經 年尾一部 大家都少少有機會看過 就是這個 陳玉年和女方的 一個緣份遊戲 就是嘉皇 和小田哥的一間公司 拍的電影 也是現場收音 做狗啊 都希望我將人帶他走走 街 我是人來的 有人認識的 你有什麽提議 有什麽 漫漫就開始 本來八十年代 我想只有十幾部電影 去到九十年代 一邊延續下去 就越來越多了 但是去到九零年 或者九一年 大家看一些電影 就很奇怪的 有些電影 不知為何會配音 就突然有一兩場 會現場收音 好像賭盒 或者雷樂轉 喂 在這裏 你們的手要怎樣 喂大佬 這麼多人不喜歡殺你 有很多愁口嗎 怎麼這麼嚴重 我怎知道 喂 別說那麼多 又去坐 喂 你做什麽 你的思緒很凌亂 你怎知道 我用一隻手指 碰你的頭 知道你在想什麽 碰你的嘴 知道你在吃過什麽 碰你的手指 你摸過什麽 再碰你的 咦 不知道 那延長收音 其實都慢慢成為一個風潮 現在很多戲 都延長收音 但是 其實因為現在 合拍片 亦都是 因為這樣 令到有些戲 要再配音 這樣 很有趣 因為到九二年的鐘 或者之後 很多戲 都慢慢延長收音 但是 不知為何 到後期 近十幾年 又變回 有些戲 因為有很多國語 講過普通話國語的演員 又要配音 所以 那個百分比 好像就變了 所以 不同的年代 又有不同的 一些 情況出現 所以 不如 如果有機會 大家可以再 討論多些 現場收音 或者配音的電影 或許 說唱 聽不知 那些 聲音 頻 不知